中国女排作为中国三大球的门念担当,一直以来都承担着中国三大球的希望,作为中国三大球队伍中唯一的一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之师,中国女排需要打出更好的成绩,重新树立中国女排的威望,更要承担起中国三大球的国际赛场威严,毕竟中国女排的底子是有的,球队的绝对实力也是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,因此大家也都期盼着中国女排可以在巴黎奥运会上重返巅峰。 但是在新周期,伴随着非常多的奥运冠军功勋老将淡出国家队陆续退役之后,也让大家感到很失望,很遗憾,这支球队看上去有些青黄不接,年轻球员还没成长起来,老队员就退下去了,缺少了传帮带的过程,很多位置上年轻人还不够成熟。 打一些硬仗,还需要老将出马,才能够给中国女排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,否则一直按照现在的配置去打奥运会,很难有理想的结果。 郎平在礼约奥运会上的成功,正是得益于球队不仅有朱婷、张长宁共享与袁新月这些新兴涌现,更有惠若琪、徐人丽、颜妮以及魏秋月这些老将坐镇,才能够让中国女排新老结合,拿下了冠军。 但是在新周期,中国女排也需要这些有着奥运冠军经验的老将来带一带,否则的话,中国女排很难取得成功。 目前,中国女排队内有过奥运会成功经验的球员太少了,经验二字对于奥运会实在太重要了。 事实证明,中国女排在近期双喜临门传来了好消息,除了朱婷此前已经确认会在2024年重返中国女排之外。 近期又传来了两条重大利好,两位奥运冠军上演王者归来,张长宁新赛季将会代表中国女排出战排抄联赛,并且出现在江苏女排新赛季大合影之中,训练视频中状态不错,甚至可以背着队友跑,张长宁膝盖已经完全恢复,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信号。 其次就是,丁霞迎来了刘洋生涯的第一个冠军,在加盟波兰女排联赛后收获了超级杯冠军,丁霞打出了不错的状态,也通过好状态提升了个人的竞技水平,为明年的巴黎奥运会提前打下了基础。 有了丁霞和张长宁的王者归来,再加上朱婷也将回归,中国女排有了这些奥运冠军功勋的加码,就可以辛劳结合,开启一个伟大的时代,现在的阵容才是一个完美的框架。 有机会去缔造一个属于中国女排的辉煌王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